尊敬的朱立英大使、尊敬的苏浦系校长、各位评委、各位参赛选手、女生们、先生们,大家善无好。 很高兴在线上出席第21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即第15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毛利球师赛区的决赛。 首先祝贺各位进入决赛的选手,希望你们在今天的决赛中各展风采,再串佳绩。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大学生中文比赛是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大型国际中文比赛项目。 目前已成为各国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青年中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今年是中国与毛利球师建交50周年。 50年来,中毛两国教育合作深入开展,两国人文交流与民间交流密切。 在季晚开来生化中毛友谊的重要历史时刻,举办汉语桥比赛,将为毛利球师青年学子提供一个掌视中文能力的舞台,打造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和兴趣,增进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理解。 近几年,随着中毛友好关系的持续深化,越来越多的毛利球师青年学生希望了解中国,亲近中国。 人文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两国人民友谊持续加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心灵和情感的纽带,是民族之间理解与信任之所在。 汉语桥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是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 由浙江理工大学与毛利球师大学合作共建的毛利球师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五年以来,为促进毛利球师汉语教学及中国文化知识传播,推动中毛文明交流互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理工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把班号孔子学院作为学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推进中毛两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满足毛利球师当地人对中文以及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 促进文化多样性,跨文化学习和理解,为推动两国教育合作、行文资源,为中毛友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参加决赛的12位毛利球师选手具有不同的民主文化背景,这正体现了汉语桥的真正含义。 汉语为桥,天下一家,只要我们持续加强合作交流,就一定能以天下一家的精神,搭建起一座座文化交流之桥,心灵沟通之桥,友谊合作之桥。 让我们一起努力,用汉语桥,架起携手前进的桥梁,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最后,宇宙本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